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了 酒吧新闻台 你先说什么是非要不可 我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又到了礼拜一 要进全世界 今天在我们现场是 没有人 到现在还没有来 智乎约翰的总编辑 朱总还在 因为人老了 爬楼梯也慢 我们这个楼又在25楼 所以他还在走楼梯当中 所以大家敬后他 今天来跟大家谈什么 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宋三星 是不是他变成下一个 Nokia 我其实今天听到这个消息 虽然之前我就有听过 朱季中提过 可是还没有看到 详细的文章是怎么个写法 但是今天我看到之后 真的捏了一把冷汗 不是一把冷汗 我干嘛帮他捏 捏一把冷汗 他倒了也不关我的事 但是之前 我是神宋的爱用者 可是从今天起 我要改用另外一个牌子了 那因为我担心的是 以后如果像Nokia 你现在你知道吗 我家里面还有 还有两只Nokia的尸体 那你现在 如果你Nokia 你还要用的话 你要去找谁维修 当然了 手机会坏掉的机会 并不是太大了 但是他总有要一些 零配件的时候 可是你现在要去买Nokia的东西 大概你都一定买不到 好像变古董了 但是我在想 Samsung会吗 有可能吗 曾几何时 我还记得 等于三年前 2011年 Samsung还是全世界 第一大的手机品牌 这么大的一个巨人 有可能会垮吗 但是有一些消息传出来了 什么消息呢 包括他本所公布的 这个数据 财务报表 竟然是六年来 最难看的一张财务报表 他的手机 手机业务占了 Samsung的整体获利 百分之六十九 百分之将近七成 Samsung都是靠手机在赚钱的 可是 现在今年 刚刚出炉的 这个Samsung的财务报表 确实让他们跌得很惨 而且还有华尔街日报的 他们说 Samsung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而且Samsung这一次 麻烦真的很大了 因为他第三季的营收 比前一年 你知道跌了几成 六成 六成 他这个出了2009年 大家有知道 发生了金融海啸 2009年的金融海啸之外 他等于这一季 亏的是最多的 对于Samsung这么大的一家的 这个手机的业者来讲 我跟各位报告 我也不会演讲 我的这个Pad 人家是用iPad 我是用Samsung 我的手机呢 用Samsung 我太太也是用Samsung 好像在帮Samsung在打广告 现在在帮他打广告 也没有用了 所以一听就知道 不是要帮他打广告 因为那时候觉得Samsung 怎么摔都摔不坏 然后磨 这个也耐磨 种种的 都是呢 我觉得他 然后价钱又很便宜 合理 所以我那时候呢 就觉得Samsung 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可是呢 现在今天这样子看 前六 这一季 竟然可以滑到 下降的六成 这么高 的一种 的一种 一种下滑率 我觉得他不倒 也真的 我不晓得了 应该 应该 会变成不意外的事情 那 这个 要谁来帮我们做分析呢 谁能够解救Samsung呢 那 当然 一定是朱记忠 你在讲笑话吗 你爬楼梯 爬那么慢 我为了你 已经撑到现在 我也算是很厉害了 电梯 好难等 我是Samsung 我在 我在撑 就是像Samsung 能够再多撑 一段时间 让我的手机能够很顺利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世代交替 我决定 你不是要买Apple吗 不要讲出来 但是 今天看到你这篇文章 我说 我想到 刚好 是我世代交替的timing出现了 因为 我觉得Samsung 如果倒了 倒了之后 我那以后的身体 不会啦 人家没有可能 这样就倒了 你把人家讲成这个样子 是你们写的 又不是我们没有说 他会倒 你们写说 他会倒啊 没有 你们还写说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Nokia 你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们会 我们会不怀疑吗 那个只是吸引你要来读 我们的答案是说 不会嘛 不会 不会马上成为下一个Nokia 不会马上 但是会多久呢 但是 因为你看到 就是三星过去 它是因为手机 好 就过去这大概五年的里面 它在手机里面 市场快速的窜起 所以造成它的获利非常好 然后造成大家会觉得 整个韩国 韩国的景气会非常好 之前台湾的手机 因为有轰达电 在2010年的时候 轰达电也曾经表现得非常好 可是现在轰达电不行了以后 台湾的景气也受到影响 现在同样的事情 就发生在三星的身上 这个也同样发生在韩国的身上 因为三星占韩国的GDP比重 实在太高了 好 那我们最近就观察到这个现象 所以这期商业周刊就做了这个封面 就探讨了说 三星的财报 出现金融海啸以来 第三差的一个状况 这么烂的一个财报 结果 是让韩国的整个经济 也受到了影响 他们的一些 他们还得要贬值来救他 因为他实在太大了 他占整个经济体的太大 更可怕的是什么 首尔的很多的精品店 关店 Fragamo就已经测电了 Fragamo Fragamo就测电了 因为他这些精品店 还有一些意大利的这些精品店 我们也发现说 过去半年内 他们陆续在首尔就测电了 你看到就是很可能是 整个高端的消费 都受到影响 更妙的是三星过去 他的这个是一个 他大概63% 64%的零组件 全部都他自己做 就是这个公司从上做到下 一条边 所以我们过去知道 他的DRAM 然后他的手机的半导体 还有很多的零组件 他全部都自己做 他不像台湾 台湾都是公开的 就是共用了很多零组件 然后有很多厂商在转 那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的公司 都是这种中型的企业 零组件的公司很多 可是他们不是 他们全部都是三星 所以64%都是自己内购 所以他们现在过去 他们的这些零组件 都不会卖出来的 对 他不会卖给其他厂商 我们曾经这个宏达店 曾经有几款很好的手机 在市场卖的很好 结果因为拿不到他的面板 拿不到 三星的面板 三星有一段时间 本来他是用他的一个很高科技的面板 就是比较先进的面板 来设计这个手机 结果卖好了 对不对 三星就给你断货 就不卖你 就不卖你了 让你宏达店的手机就卖不动 可是过去他们的零组件都不卖出来的 最近半年 他们开始来抠台湾厂商 要不要买啊 因为我们量没那么大了 是 我们自己自己做的量没那么大了 没那么大了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三星他自己 就不但韩国整个国家被他影响 韩国三星自己做生意的方式也开始在改变 他很多的零组件开始卖出来 那表示他们的面板还是做的 现在还是做的很好的 是不是 其实我有前一阵子 我有跟一个台湾的进口商 我特别问了一下 因为我们过去买电视都会买三星 很多人都买三星的电视 我就不买啊 真的啊 很好非常好 这种骨气要保持下去 没有但是我 你怎么用三星的手机 我手机 就是有些就是有选择性的嘛 对选择性的选择性的 然后呢 他告诉我说 过去这大概一年多 三星的电视在台湾卖的非常烂 很烂 好那就生意做的不好 是 他说反而是日本的 日本的电视开始又重新起来了 所以你就看到货币还是有影响的 好因为日币采取了一个贬值的策略 所以他们他们的他们的价格 就是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品质的产品 他们价格低 价格一低的时候 大家开始就正常 对就正常的嘛 对啊 那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三星的面板 它尤其在大尺寸的面板 他已经市占率往下再退 然后那他现在手机又往下再退 对 好那他的手机往下退 他更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他很惨 但至少比 惨就惨 讲到还要修补关系 没有惨到要倒了 但是我们宏达店面临的窘况 他们也开始面临了 那宏达店也很惨过嘛 宏达店前两年就很惨 你这还用我们股价从1000块跌到100块 真的惨 惨 那三星现在也是 为什么呢 三星前面有一个竞争者叫苹果 对 对不对 苹果最近推新手机 曾经还说三星是不是下一个苹果 对啊 你看就影响到你了 对啊 好你就三星不用了 就决定用iPhone了 对 那没办法 这个是过我大兵 好那所以你前面的竞争者 苹果来压缩你了 那后面呢 又有追兵 谁追 好追兵第一个叫中国的小米 小米机好像很厉害 这一年多 觉得他太强了 到今年他可能是会全世界手机排名第三名 马上上一支 好厉害 真的是好 然后呢 快速席卷市场 追兵 光一个小米机还不够看 现在连印度都搞出一个他们的国产手机了 他们这个号称叫做印度的这个Zara Zara 真的 Zara是做衣服的 Zara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 西班牙 快时尚 快时尚 速度非常快 更新不断的更新速度 然后时尚 很有时尚感的做个东西 印度人家做的这种印度的小米机 他也是他就号称自己是印度的Zara 他用Zara的精神来做手机 价钱 便宜 跟小米机比起来 对 那他在这一期呢 把三星干掉 成为这个超越三星 干掉三星 在印度市场 是小米机 我说在印度市场 在印度市场 那Samsung跟那个小米机比起来 价格谁比较便宜 当然小米机便宜 所以小米机用低的价钱 所以我们就讲说 上面比你贵的 比你高端的是苹果 苹果在打你 下面便宜的 一直追上来 那你这样是 压缩 就一直压缩 那所以你这个 如果一个处理不好的话 你的竞争力 如果被后面的这个 在一直追上来的话 你的获利一定会往下掉的 他只有一个处理不好 我看他现在两个三个处理不好 很多都处理不好 是啊 所以说你看你们这一期 所做的这个 他会失去的竞争力 是一个大家都 而且韩国政府已经做出了 没有三星的心理准备 是 那你们这个 你们怎么看的呢 你们怎么 他到底哪些原因 让他这一次的财报会这么 这么惨 好 我想这个里面 就是他做生意的很多的方式 是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 这个状况就是 三星被他自己的第一名 给打败了 这什么道理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三星过去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 他其实就中赏 他们是非常强调第一名 就是要嘛就是成为第一名 不要的话就把他收掉 就跟我师父一样 我们就第一名 没有第二名 你要当就当第一名 这样很好 你觉得这样策略也不错吧 这是鼓励大家嘛 鼓励他去竞争嘛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如果在这个集团里面 那个施战律牌第二名 第三名的东西都没有 第一名的东西 一旦被人家超越的时候 你怎么办 就等于没有第一名了 你自己失去第一名 不是 第一名不是天才 不是天生突然一下 一觉醒来他就变第一名嘛 第一名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嘛 慢慢这样培养起来的 那现在这个集团里面 他过去他就只遵从第一名嘛 手机很好对不对 所以手机的这些专员 这些干部 全部的资源全部都给你 对 好可能过半的资源 全部都用在手机部门 是 好那现在手机部门一不好 哇 哇 你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上来 对他现在有一个东西可以上来 他们已经在做的 什么 这个也可能会成为台湾未来的一个压力 什么东西 他们在做药品的代工 药品的代工 对 你说Samsung 对 Samsung Samsung在做药 药品 吃的药的那个药 尤其是生物质剂 这样我看 绝对到的 很多智慧的人跟我们讲说 你不要去做自己不专进的东西 Samsung有做过药吗 他们 他有这个传统吗 渊源吗 他们有 他们的自己国内他们有做 好那但是他也不发明新药 是 他就来做代工的这个药 又叫Samsung制药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大量做了 而且是跟美国的药厂在合作 美国的人就真的 因为他是 韩国人最厉害就是量产 韩国的那种生产线 滴加跟加拼 我跟你讲台塑的那个生产线 你去看那个连外表到里面 就跟韩国的那个企业是非常像的 你到首尔你去看到那种大集团 就跟这个台塑是非常非常像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现在已经在寻求另外一个第一名 要去追另外一个创造另外一个第一名 来救他们的这个 未来五年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生物之药 那你的意思是说Samsung还能撑五年 那现在就是你要靠手机 手机还能撑五年 手机市场不是很快吗 一下就Nokia要倒也没有一下子 没有错 一下子很短时间Nokia就倒了 没有Nokia撑很久 撑很久 可是我感觉到他很快一下就没有了 不会撑很久 人家从第一代手机第二代手机 一直到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才跟不上 对才挂掉 那手机以外你不要忘了 三星还有很大的 它是半导体 它半导体 其实它的半导体的竞争的实力 是给台积电 给我们台积电很大很大的压力 难怪台积电认为他们是一个野蛮的敌人 没错 所以你看它还有半导体 它还有一个把台湾彻底打败 把日本人也打败的 面板 D-RAM D-RAM D-RAM它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 所以它现在开始扩D-RAM的厂了 它已经开始在扩D-RAM厂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过去两三年 台湾D-RAM厂的好日子 明年可能没了 因为他们又开始量产了 因为它已经开始在手机那边的获利不如了 不如意了 不如预期了 它开始要挤压 它在D-RAM的这个部分的 然后来做均衡的发展 是不是 其他的发展 它要挤更多的获利出来 要有更多的奶水来供应其他的部门 那你就看到说 这个公司它其实是 它有很多的第一名的 这个条件 潜力 它在有一些不同的领域上面 它都有第一名 那现在是手机这一块出现了状况 不再像以前那么好 可是他们是很拼命的 希望赶快在其他地方 赶快再找出路 找到出路 可能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半导体 所以他们放话 已经要把苹果下一代手机 好的 这个通讯晶片要把它抓起来 要从台积电手上再把它抢回去 可是这苹果会跟他买 因为他的手机是他的这么大的竞争者 没有错 他会不会觉得韩国人贼贼的会把东西又商业 所以大家就在看 所以未来半年很可能是关键 如果台积电的订单被三星又抢走了 因为现在就是台积电跟三星两个在抢 主要抢苹果这个 下一代手机就是iPhone6的再下一代 如果被抢走的话 台积电当然影响就大了 可是有那么简单可以抢的走吗 因为我认为他们会不会有那种门户之鉴 就是我今天做 我Apple在做手机的 可是我还用你 你是第二名 Samsung你是第二名 你他目前为止还是第二名 对不对 你第二名你又要来弄我的这个 可是苹果过去的手机晶片 就是三星帮他做的 就是长期啊 你从iPhone6以前的都是三星在做 好对 所以你看到的三星确实跟苹果有长期合作的一些关系在 而且对苹果来讲 他有可能他希望有两个供货来源 他不会毒压给你嘛 是是是 这个是做生意的基本的 好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 三星受到压力 其实台湾也会跟着受影响 好台湾说会受到哪些的影响 我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听朱继统来分析 好那98新闻台我刘俊耀 说我要要朱继统在我们现场 继统你好 刚刚广告时间引起了我们这个电台的暴动 大家都说各位各有其主 有人说iPhone好 有人说Samsung好 有人说HTC好 不爱国 我们就用HTC的 你还要换iPhone 给我滚 很没礼貌 这些现在小朋友 然后呢 你还蛮会自己创造效果 开玩笑 做广播就只有这 就剩下这一个功能而已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各有其主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待会开放Coin 我们来比赛一下 看Coin进来的用哪一种最多 然后呢 看为什么这样 应该是问大家一下 今年 这个 还不换手机 对 今年大家会不会想换手机 或者说 如果你想换手机 你想换什么 对 这样子比较好 因为大家有些人 可能也许 搞不好他们买小米机 对不对 那出我们的意料之外 还有或者买印度的 叫做什么呢 Micro Max 这个新的牌子了 Micro Max 或者说不定 你说你已经在用Micro Max 你也告诉我们 好不好用 好不好 这我待会再开放Coin 0283693398 在开放Coin之前 我们先 你们现在可以Coin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要先听 朱继忠讲一下 Micro Max 印度的手机到底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介绍 这家印度的手机公司 这个其实跟台湾有关 因为它的心脏 都是用我们联发科的晶片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手机业者 我们用不同的路数 打败三星 对不对 我们给三星形成很大的压力 我们不是自己做一个单独的HTC 这个有曾经去打过三星 我们现在可以 做很多心脏 我们可以帮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跟印度的手机厂商 我们给它武器 让它们狠狠的修理韩国人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好那这个印度的这家 这个Micro Max 那为什么讲它要提到它 是因为它在今年第二季 它在印度的市场超越三星 成为印度的第一大的手机公司 好那它今年很可能 它现在已经是第二名了 是 它只有一季超越三星 如果它今年三四季 都超越三星的话 它很可能就在印度 就真的把三星干掉 可是这家公司 做手机不过短短的六年 六年 六年它就可以超越三星 那它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等一下 你先不要讲了 因为有些人迫不及待 要来展现它的支持 这么多人 好来 许先生 许先生请讲 有 我是台乡 我长期在 我在大陆已经11年的时间 所以我有看到 从早期是买大陆的山寨的手机 到现在我是支持大陆的手机 你买小米机吗 其实大陆的手机 说实在 我现在已经用了好几只大陆手机 用相当不错 而且性价比很高 现在整个手机的市场 包括HTC都面临大约的问题 因为它高不上去 低不下来 非常惨的 现在一般在大陆手机 就是500块钱 到1500左右的市场 人民币吗 对 基本上都是被大陆的品牌 比如说华为 库派 小米 基本上都已经通通占掉了 你最难做的就是在 2000块钱到3000块这个阶段 你最难搞 那现在以后呢 手机上面只有第一名 它没有第二名 你掉下来的就是 就中端2000多块了 像小米 小米其实在大陆市场 也慢慢在衰退 因为酷派 华为他们都上来了 因为小米手机 它都采取的策略 的方式跟华为不太一样 但是现在的华为 酷派 包括联想 他们采取的方式也采取的 跟小米的手机的模式 是从微信 从微博上面 他们去做销售 那小米现在的市场 基本上他是有点稀胖 在我手看了 因为他们现在就用 捆绑式的 所以你在外面所看到 你买不到手机 但是你在盘上那边 有点自个 是是是 做法不太一样 那许先生你在到 进到大陆之前 你是用什么手机 我进到大陆 我是用台湾的手机 那是早期 早期是 我是用那个 那个Motorola 那你进到大陆多久之后 才换手机 对了 然后我 你进到大陆多久 你就换手机 我进了大陆之后 我回来还有用到BenQ的 真的啊 那你准备进到大陆多久之后 会换老婆 不会不会 因为一般那家 换老婆基本上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好 感谢许仙 来 牛仙请讲 牛仙 牛先生 是 我也是用 我是用小米机啊 哎呦 那你会不会想要换华为酷派 我不会 你为什么这么忠诚 我现在小米机 我加一整套系统啊 连什么小米盒子啊 小米路由器 全部都是用小米的 哎 那 他便宜当然是一个其中一之一啊 但我觉得他最大的好吃是他 他很符合华人的使用习惯 哎呦 真的啊 华人有什么特别的使用习惯 而且他 他有个最大的 最大的优势是 他 在大陆他没有专利的问题 是 他就是 等于包套了 全部都包到他自己手机里面 OK 那刘先生 我 我请教你一下 你刚才讲说他很符合华人的使用习惯 对 我们华人有 我们华人有什么使用习惯 你可不可以跟跟我们讲一下 哦 比如说他在电话的搜寻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所以假设我要快捷快速的拨号 给我的一个朋友 可是你在别的手机 他是用注音符号 那 就像我们 只要 汉语拼音的话 对不对 他有一个快捷键啊 直接按 直接就是找到你要的人 哦 不用他去 他去搜寻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他打那个 就是 假设你知道他的英文拼音里面有一个S 你一打S 他就会跳出来 其他手机也这样啊 对 他的很快 因为他是 他会照英文的排序去排 他不是 他会照汉字去排 哦 所以你很快就找到出来 哦 是这样子 对 OK 好 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是 他在 我买大陆版 我买台湾版 台湾版就是 很多地方都被锁掉 哦 所以大陆版的话 你的意思 大陆版比较 比较没有那些什么 比较好用 比较好用的问题 对 真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感谢刘绮仙 好 那我们再接通就好了 陈先生 陈先生讲 陈先生 陈先生 你好 我姓陈 对 主持人好 你好 是 就是支持 支持就是两个手机 一个就是iPhone的 一个就是HD 哇 你这个人三星而已 那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那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三爽的手机 它功能很强大 是没有错 就是那个品牌价值太低了 哎哟 你为什么要说 你就像是那个现代汽车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开过那个超跑 超跑那个时速 可以标破300嘛 对不对 你有开过吗 你现代汽车 你把它做成超跑 没用啊 没人会买啊 不是 但是都做过 它可以开到500了 开到500 你意思说三星手机做的再漂亮 就是跟苹果比起来就没价值 就是它品牌嘛 它说品牌价值嘛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啊 你看那个二手市场 根本就是垃圾 根本就是没有价值嘛 但是iPhone的话 二手的话还卖的了价钱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啊 对啊 我那个3GS的现在 我现在还在用 我两只手机嘛 一只就是iPhone 还一只就是HTC 那你会买HTC 是完全纯粹爱用国货吗 不是 HTC它就是做的好嘛 它质感好嘛 是哦 好 感谢陈先生 这个人呢 不错 那买了第一名跟第三名 可是我们这样三通电话 两通都用 小米的 都用中国的手机 对啊 像听起来有一点 也可以啦 因为中国手机 很多零组件都我们供应的 是是是 算是我们的心脏 所以很多搞不好 设计也是都是我们给它 他们的idea 所以说 算起来台湾也有贡献的 对 是不是 那虽然说 尤其是小米 小米台湾的贡献还蛮大的 现在听起来 大陆的小米机 而且是大陆版的小米机 好像还蛮能够掳获这些 使用者 这些使用者的心 但是你看 这三个人都没有人谈到神送 而且说神送不好 好不好 我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他们继续来开玩 好 旧外新闻台 刘娟 朱吉松的现场 金松你好 刚刚三位男士 我很怀疑 是不是那个女生 都用神送 都用神送 所以他们拍摄卡一摆 打进来 我们今天讲的是 神送的负面消息 所以就没有人 没有女性 口进来 所以女性都用神送吗 不知道了 我还继续开玩call in 你如果83693398 你如果是用神送 也不用拍摄 我跟你讲 我就是用神送的现在 决定换掉了 对 我是决定换掉 你就看人家报表不好 就把人家换掉 不是 还真巧 还真巧 我这换的这个timing 跟你这篇文章 因为我是上个礼拜 你就知道我要换了 对对对 不是你们这篇文章出来 我才换的 是不是 所以我大概有一种感觉 我有那个feel 觉得他不行 他不行 他这样子讲 好像不太好了 好来来来 我跟你讲 你刚讲那个印度的 有小姐打进来了 真的 来来来 范小姐 范小姐 请讲 两位好 你好 你用什么 小米奇 打败了 我被小米奇打败了 今天被 所以 你是 你是在 你是买台湾版还是中国版的 应该这样讲 我是接收我弟弟的 你弟弟是台商吗 不是 因为我弟弟还在念书 他就是在台湾 网路上买的 网路上买的 你为什么接收他的 你弟弟的小米奇之前 你是用什么 我弟弟之前是用i6 i5还i6 我说你呢 我之前是用HTC的 那你两个比较以后呢 我觉得好像 HTC要稍微好一点点 哎呀 不错不错 爱用国货 蛮好的 你这个 他哪有爱用国货 他还是用小米奇啦 但是至少他用过HTC嘛 是这样的意思 还可以接受了 好 那所以你现在用了小米奇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用吗 他有些界面 比较不是那么适应啦 我觉得 好 所以我之前用的是HTC 适应的还蛮好的这样 可能跟刚才刘先生讲的 那个有点像 对 可能是 功能都被锁起来了 对 是这样子 OK 感谢 感谢范小姐 今天时间的关系 你看一下子 他接通电话我们呢 我们就时间就要到了这样 你最后十秒钟可以讲 大家都用中国的手机 对 怎么 所以你看得出来 手机这个产业 就是你真的要做品牌 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啦 今天要赶紧注意到我们现场 谢谢 谢谢 妈妈